這次來 這次來跟前幾次 我交了一兩年 這個完全不一樣 有冷氣耶 今天我滴滴流汗 沒有冷氣喔 夏天一樣 好舒服喔 第一次很享受 我是個藝術家 有誰的手機在想是不是 要關機 我以前在美國念書 雖然我今天講的是藝術史節嘛 講一些蠻好玩的 我是學藝術的 所以建築系裡面那個藝術系 你知道學藝術系都有一堂課叫什麼 人體素描對不對 什麼叫人體素描 就是衣術給你畫 脫光衣服給你畫 畫人體素描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我去的那個學校 我去的那個學校那時候 早期 台灣人去那時候都是讀理工科 比較多 就沒有人疼 說還有去學圖 同學就好奇 因為台灣人也有蠻多的 百幾個 有些理工科的男生 就有帶來 聽說你藝術系有嗎 我說是 聽說你們就畫人體素描嗎 我說是 你們當時最高 我說我什麼時候上課跟你什麼關係 我說看看 我說好 禮拜三下午2點鐘開始上課 知道了 他們就走了 我真的到禮拜三下午2點我就上課 我上課的地方 我站著畫畫的地方 多多中間是模特兒 後面跟著就是門口 門口就出去了 我們那個老師很小 所以窗戶上面都 都有帶海報 或是布袋就蓋起來 怕說我比較尷尬 因為有很多人這樣走來走去 就開始畫 模特兒的衣服就脫掉了 我們就開始畫 畫差不多不到20分鐘 我就開始 我眼睛很久 我就看那個 台灣門旁邊的角 布袋蓋到的時候 就把揭開 揭開 揭開 還說快就蓋下去 過後還有另外一個人 揭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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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 這一定是台灣一定的 你知道為什麼 通常是看就看得久 哪有說這樣 揭開就很像蓋起來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們那天的模特兒 是那個美式足球員 男生 兩百公分 一百多公斤 雄裝圍伍 站在那裡 裸體給你揭 他想說 來看這個要做什麼 其實我可以想像 這堆理工科的男生 在走到我的那個 戲管的教室之前 在樓上館一定在想說 今天 不好寫 一定要去看 期望很高 失望 也很大 對不對 看起來 怎麼是這樣 走一下 台灣過去台灣人都這樣 每次去 叫你去選機 你有帶著很大的期望 這如果算掉了 一定會替台灣人做什麼事情 一定會有什麼改變 期望很大 到那裡 投票出來都賺這種 過人 飛花去 還不行一次 飛花幾十次 還要去投票 大家是不是很好笑 是 好啦 不講這麼多 看這個 有選擇嗎 醒過來了吧 來 醒過來就看圖 誰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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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有別的 這張圖 看的懂得請舉手 看有別的 看 大部分都看不懂 來這邊上課 我經常做一件事情 都是舉手 為什麼 這樣的互動 講緣才知道你們在想什麼 我們給你們 最適合你們的東西 這是叫Georgie Bloch 1911年 下一張 還有一張 這看得到嗎 看不到就先給他唱 看不懂的請舉手 看懂我要問 看不懂舉手 123456 有這麼多人看不懂 看得懂就不要講話 我只問看不懂的人 看不懂再舉一次 我要問問題 好 謝謝 請問請問 這裡面是畫飛機大砲嗎 看不懂的人 是不是畫飛機大砲 坦克車 不是嘛 那畫什麼 你們都知道人 我說懂的不要講 看不懂的人 你都知道是在畫人 請問 你是畫女兒嗎 女兒嗎 女兒嗎 對 你看有人還糾正 全部是女的 也知道不是飛機大砲 也知道是個人 還知道是個女的 有幾個 有幾個人 你們都完全看得懂 不要說看不懂 對不對 看得懂 只是這跟你預期 期待著看的東西不一樣 下一張 你們過期都看這張 對吧 這是誰 三百年前的圖 回到前一張 這是你們阿公阿祖的圖 你都看不懂 奇怪耶 皮卡索1907年就畫這幅畫 1907年你阿公阿祖 那時代的圖 皮卡索做你阿祖 綽綽有餘 他出生了一八多少年 做你阿祖綽綽有餘 他畫圖你看不懂 表示你的藝術欣賞能力 一百多年前 對吧 沒錯吧 你沒辦法看一百幾年 一人畫圖 標示你的藝術欣賞水準 退那幅 你看有三百年前 所以你藝術的水準 是在三百年前的藝術水準 沒有錯嘛 一百多年前你看不懂 沒錯阿 發生什麼事情 為什麼你的藝術欣賞能力 是退到一百多年前 都沒有進步 過去台灣人這裡有那個博覽會 那是日本帝國的博覽會 那水準很高耶 你怎麼變這樣 給難民教出來的 我也教你藝術欣賞 看不懂 下一張 再下一張 我三張給他放在一起比較 這基本上就是一個 系統轉換 你再用過去這種觀點來看這個 你就覺得看不懂 對不對 你還是維持三百幾年前的 你敢說來看這百幾年前的東西 這樣看不懂 這個差不多多久 差不多同一個時間 他的好朋友 block一起畫的 這款你再看不懂 這要怎麼看他 我告訴你 這中間 那叫做立體發派 他還不是抽象 那叫做立體發派 立體發派是什麼 一罐水 只要這樣才是一個水 這樣是不是水 這樣是不是水 這都是一罐水 對吧 看我這個人敢敢這樣看 這樣也是我 這樣看也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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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話比較看也是我 那不是 所以時間固定 從不同的觀點 看我這個人 就產生不同的角度 把這個不同的角度 都放在一起 是不是就變成立體發派 簡單了 看有了 觀點改變 從什麼 從單一的觀點 變成多觀點 很多角度來看 同一個問題 放在一起 就變成這樣 這種是更離譜 就好幾百種的角度來看 結果是這樣 知道了 你只要做一個概念 系統的轉換 你就可以從單四點 直到這樣 我們現在台灣 正在經歷一個 系統轉換的過程 要有心理準備 但是無關怎麼樣 只要一種系統 那裡面所有的觀點 都要一樣 比如說這是一點透視 來圍出來讀 你需要一個點去看 這種畫法 就是好多點來看 沒有就藍作會 那藍作會 並做到下一張 下一張 這就奇怪了 對吧 又有很多的角度去看 又有立體畫畫 比較少的 還有傳統的單點透視 藍作會 灰了 他就不一致 這個畫面 不一致 不一致 就亂掉了 比如說我今天穿西裝 打領帶正常 我下面應該穿皮鞋 我如果一支腳穿皮鞋 另外一支腳穿高跟鞋 那就不會很奇怪 這個人 壞掉了 你不一致 你做事不是一致性 你一致性 灌穿全部 你知道嗎 下一張 記得 兩個英文單字 一個叫 一致性 一致性 比如說我這個人塞車 一下子 20公里 一下標200 一下標100 一下標100 一下又是200 或者你們在座還有人心跳 心率不整 一致200 一致的十幾個 一分鐘裡面 十幾下 一下又跑到七十幾下 就正常 那就不一致 你的心跳不一致就不正常 對吧 有病 有狀況的時候 一樣 一個系統裡面不蘊含矛盾 你如果不一致的話 就蘊含矛盾 互相抵觸 舉個例子 一致 上面有一個字 叫做法則 大自然有一個法則 在大自然裡面的每一個點 這個法則都運用得到 就是 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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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法律那個法則 是 放諸四海接準的道理 比如說萬有引力 只要兩個物件 有質量 就會產生引力 這是全宇宙裡面 都一樣的法則 這個宇宙才運作 這個法則是不會改變的 不會說這邊靠近地球 它的引力不一樣 那邊靠近 都一樣 整個宇宙裡面都 接準的道理 大自然的法則 你人如果在設計的時候 我們就在模仿這個法則 在設計人類的法律 但是人設計的法律 如果跟這個大自然法則 不一致的時候 會產生什麼 就出到問題了 這大自然裡面是有什麼 有地基引力 你的工程設計 如果沒有考慮到這個地基引力的問題 就會跟大自然法則衝突 衝突之後是誰倒楣 跟大自然衝突的人倒楣 你要去挑戰他 是大自然會聽你嗎 還是你要聽他的 當然是人要聽他的 所以人的法律再怎麼建構 都要順應大自然 大自然來說有男有女 你的法律就要考慮有男有女 大自然跟你講說 人跟動物不一樣 你就要分別出來 就是大自然的法則 人不要想說自己很厲害 說人定生定 那是在過期的威權時代 你不要把你教這樣 不是這樣 大自然法則 連美國這麼大的國家都考慮大自然法則 大自然法則來建立人的law 人的法律 我不管你怎麼寫憲法 什麼法都一樣 你考慮到這是人的現象 然後另外一個 我們就是因為有 我先講兩個 一個叫integrity 前面 consistency是指他的行為 integrity是指他的這個人 personality 內外表裡一致 那這個integrity的相反詞是什麼 就是不一致 就是dishonest 你不誠實 在外國 那公理界人沒有integrity的時候 很嚴重的罵人的話 公理界人表裡不一致 好啦 先不講這麼複雜 我先回到這個 consistency 我們台灣民進府就是有這個機會 台灣人去顧美国 就是因為他的法律上有他的一致性 一致性在 他不會英文人而設施 所以你給他顧一順 說對 同樣的原則 apply在我所佔領的地方的人民 所以你指出他的行為不一致 說你明明是你的主要佔領全國 為什麼對我做這種事情 為什麼叫一個代理 又不符合戰爭法來管台灣人 所以你指出他的不一致的時候 他就要處理 其實在法律裡面 夠來夠去 基本上就在指出對方 所敘述的 跟他實際上的事情不一致 你就夠贏了 就是法律 法律如果就是point out 他的inconsistency 你就贏了 很簡單 讓你了解 integrity就是你表裡要一致 表裡一致的話什麼 你位階越高的人 你的表裡就要一致 怎麼說 比如說你村子裡面 你做老大 你是村長還是 你說的是丟老 這樣會有的人 想要怎麼會扶你 就是你要一致 你做什麼事情 就是一致性 你不可以說我對這個人比較好 對那個人比較壞 還是標準放在這裡 不可以放在那裡 越管偉的人 不然人家會說你不公平 你騙什麼做村子裡面的老大 所以你的執行力一定要consistent 都要一致 你給人家設的標準要一致 你去評判人家的 是非對錯也要一致 你去評判人家的 BIGO就是這個老大 你被做世界上的大國 你一講出來 你說我要遵守國際法 我要遵守萬國公法 我要遵守戰爭法 我要遵守戰爭法 我要遵守佔領法 這都要一致 你都要consistent with this 你這樣這個國家才有 Integrity 你才有完整度 你才可以相信這樣的國家 不然你這種美國無法通敵 無法做帝國 你要做到這種國家 不然你就剩中國那種 一邊做一樣 在這個地方用這個法律 那個用的地方 要去依人設施 人來決定法律 那種就是不 inconsistent 也沒有Integrity的國家 越落後的國家又這樣 越先進的國家 越需要遵守這個 他這個法律要放諸 所以這才叫帝國 過去我們是台日本 帝國的村民 剛才這個土耳朵金款來 我們怎麼回去了 我們過去對法律是很執著 對就對錯就錯 我記得非常清楚的 沒有什麼ambiguous 這個模糊不清的地帶 非常清楚的 而且會遵守 是這一群還在落後 在民主政治方面很落後的國家 跑來這邊當你統治者 為什麼這樣 美國辦法跟人 把落後的系統移進來 目的是要破壞 已經有的帝國的系統 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待會慢慢講 我們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們告美國的司法部門 其他的部門就要配合 他的行政就要配合 他的行政就要配合 一旦法律上 就叫做決定性的戰役 我們去熟悉 在莫班曼帝登陸的時候 有什麼 有一個D-Day跟V-Day D-Day就是Defeated V-Day是Victory 就是勝利的那一天 所以諾班曼帝登陸等於是 整個盟軍打敗德軍的 什麼 決定性的戰役打完了 就是說從這一點開始 節節敗退 德軍節節敗退 美軍一定贏 但是到真正勝利的時間 還有一段時間 你還是要每天去打仗 還是要把德國隔軍慢慢趕走 所以我們台灣決定性的戰役 已經打完了 叫什麼 顧美國顧得贏 在法院上已經見真章了 現在就是怎麼樣 我們要迎接V-Day V-Day就是真的 台灣民進會接到政權 那就是這段時間裡面 你要想辦法告訴台灣人 我們告訴台灣人的時候 我們要做一件事 其中一個很重要 影響台灣人是什麼 歷史的史觀 How you look at the history 你怎麼去看待這個歷史 下一張 OK 過去 寫實主義 我們進到一個立體畫派 多角度觀點 中間要做什麼 觀點改變 看到的世界就變了 英文字叫 Paradigm Shift 我們是一個系統在轉換 一個系統整個換掉 OK 有的人不願意過來 不願過來的話 你就卡在過去 卡在最後 下一張 這看得更清楚 上面是什麼 過去我們台灣是FOMOSA 是部落形式 後來有大都王國 我們自己形成部落 大型的部落結局 後來西班牙、荷蘭、清國 還有日本 都跑來台灣殖民 我們在這裡已經多四萬年了 四萬年以上 我們的人在這邊沒有出去 在那邊生拖 直到幾百年 最近幾百年 開始一次我們台灣 跟我們互動 互動的時候 因為他們是強勢 他是用殖民的方式 要拿你的資源 再來 下關條約 我們甲午戰爭 我們台日本的帝國打贏 大清帝國皇帝 隔壤台灣併合 叫日本 那時候隔壤還不是全台灣 一半而已 那時候還不是他的領土 是他的殖民地 下關條約 第一次 日本人把右邊 薩克克巴勒 在那裡就說 右半邊的 隔壤做的土地 把它抖起來 所以建立的台灣主權 是在大日本帝國的時候建立 建立完了什麼 1945年4月1號 就宣布實施憲法 那時候正式成為 在日本地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那是什麼意思 英文叫做 permanent change 就是永久性的改變 這個性質已經永久性的改變 這塊土地已經不是 西洋的 台日本 帝國 天宏 手中的領土 這個永久性 permanent change 已經改變了 他說不是 很多人說不是 現在不是 支那人 中國人在 把我們通知嗎 是沒有錯 那叫做 暫時性的系統轉換 這就是我剛才說的 為什麼有這種狀況發生 就是因為 台人帝國後來跟美國 另外一個帝國打了一場戰 輸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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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勝國怕你又起來 他就做一件事情 要摧毀你之前建構 這麼強的系統 因為全世界 不可以有一個國家打到美國本土 那些人 台灣人 台日本帝國 打到美國的領土 夏威夷把他轟炸 也把他轟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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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為這樣子 美國會怕 怕的時候要做什麼事情 把你的實力壓下去 讓你消失掉 毀掉 摧毀 我對付敵人是這樣子 那怎麼摧毀 那時候他顧日本 都顧不了 現在這就叫一個 墨流的國家 流亡的政府 那時候是 全世界的部隊帶來的 是麥克斯 第一號命令帶來的 而且只是部隊 那些難民是第一次來的 那時候是 美軍把我們帶來的 目的就是 要毀壞你的系統 讓你不發生作用 如果再拒絕就厲害 但是現在時過境遷 又改了 情況又變了 中國是一個威脅 所以美國又重新 恢復大日本帝國 的系統 所以現在 美日安保就出來了 美日安保 叫日本的開始 恢復什麼 自我防衛權 已經變成有軍隊 可以主動的 採取軍事動作了 標誌是什麼 還美國隔一天馬上就 強烈贊成 強烈支持 那什麼意思 我們就要看 要看局勢 大局在改 台灣人有準備好嗎 這是下一步 好了 說到這個 暫時性的系統改變 他們帶來什麼東西 我要講 語言啊 教育啊 信思啊 宗教啊 媒體都給你 整關都給你 所以很多台灣人 本來台灣人講 我待會講 M1742後代 我們 我們 鄉洋這種東西 就給你管起來 你想說 所以台灣只有兩種人 五三組和北部組 以為自己講 火洛圍 你就變成火洛圍 以為自己講 客圍你就變成客人 不是 你以為你講北京 你就變成中國人 好笑咧 你也變成華人 也不是 我們是大大地 本土台灣人 就像五三組和北部組而已 因為你說的議言 還是你體制 你就想說你是那種人 結果都不是 但是 真的北部組是我們這項 我們認為我們 中國人這項在北部組 我們的組織四萬人 是在這裡 我大家慢慢說 現在不講這麼多 但是他來的 頭一部就要改議員 我們本來是說日記 對不對 那是我們的官方語言 那是合理的 因為這是我們的系統 我們已經變成這種人 沒有錯 你是本土台灣人 但是你的國籍 是第一次問題 就是 我們把歷史展示 大家知道 下一張 現在暫時不講那麼多 OK 你知道嗎 本來福摩沙系統 部落形式 大日本帝國系統 擴張系統 美利堅合之國 破壞先前系統 使之不發生作用 是那國的系統 就是這個 有兩個 一個中華人民 國吻合國的系統 一個是流亡中華民國的系統 系統 系統內部 對象是系統內部 被統治的人 都是爛的 以特定的史官 來掌控歷史解釋權 為了維繫統治資格 用史官來建構法律規範 系統外部 對象是其他系統 跟其他系統 然後 流亡中華民國系統 怎麼證明 他是流亡系統 很簡單 企圖在不屬於他的領土上 從事破壞 為了建構 對他自己有利的虛構系統 如何證明 因為一旦出了台灣 國際組織 國旗 國號都不管用 就這麼簡單 要怎麼證明 你要脫離系統 剛才我看他這樣倒 你在倒裡面說 這個合理這個不合理 沒辦法說 要跳出來 跳出來看就看清楚 下一個 OK Perception 你怎麼認知 你怎麼認知你看到的 怎麼認知歷史 怎麼認知外面自然世界 叫Perception 這大自然大家都一樣 認知會下雨 會有空氣 有水有食物 這種一樣 但是不一樣是 對歷史發生的事件 由於你的死官的關係 影響到你的認知 你如果採取知那的觀點 你看台灣的歷史 就不是這樣看 你如果用台灣人的觀點 來看歷史 就是另外一回事 下一個 所以很多年輕人說 徐老師 你說歷史的太累了 我們以前看得太多 我告訴你 念這句 死官非常重要 觀點影響你的立場 立場左右你的選擇 選擇之後產生行為 行為會決定台灣人的命運 再想一想 史官非常重要 觀點會影響我們的立場 立場會左右我們的選擇 你的Choice 選擇之後會產生行為 行為決定台灣人的命運 沒有在開玩笑 為什麼 所以我現在拉到你們的 史官的方面 怎麼看待東西 你的Perception 你怎麼認知這些事情 過去去用洗腦 但是我現在會叫 弄回來 事件只有一個 可是因為你不同的系統 給了不同觀點 所有被寫出來的歷史 都採取一個固定的觀點 Perception or Point of View 因為所有的系統都有一知性 所以你沒辦法證明說 OK 我再說一句 觀點很重要 怎麼說呢 你有你的觀點 我有我的觀點 對不對 男生有男生的觀點 女生有女生的觀點 對不對 在北美的印第安人 有印第安人的觀點 北美也有白人的觀點 誰的觀點比較重要 不一定對不對 有實力的就重要 好 我舉一個例子 今天我跟一個女生結婚 我結婚之後 晚上吃晚上長 吃晚上長 他說 我就要等所有的家人 都到齊我才開放 我們太太說 不是這樣 在我們家做生理 誰人醒來誰人吃 這樣就可以吵 因為他不同觀點 每個人都把他自己 過去成長的觀點 帶來婚姻裡面 我也帶來 怎麼樣 會產生衝突 因為不同的觀點 那到底誰的對 誰贏 誰贏 誰愛誰多誰輸 對不對 是不是 對啊 誰愛誰多誰輸 因為我接受對方的觀點 好啦 就留水席吧 我們家就留水席吃飯 就是這樣 知道了 印第安人怎麼辦 如果他在堅持他的觀點 就被消滅了 消滅 不是什麼兇 夫妻吵架到 牙膏怎麼擺 都可以離婚的 是不是 那根本印第安人 這是全做都要滅掉 那就沒有開玩笑 所以死關重不重要 非常重要 觀點很重要 台灣人就是過去過關點 去用 變的變的 丟資納觀點 整個民族就被 毆猶了 毆猶了 所以要修正觀點 要看對方的實力 周遭淘汰 為什麼我們要炒教科斯 歷史 就是這樣子 你有聽中國人 說過一句話嗎 你二百四十幾個人 不算什麼 有聽過嗎 有聽過嗎 對嗎 他這樣講對嗎 不對 可是他們覺得對 他們覺得對 他教出來 他教我們的孩子 我們小孩子也覺得沒什麼 那是中國人觀點 那是資納觀點 我們是台灣人 我們站在立場不一樣 觀點當然不一樣 以前日本人對我們是消滅沒有的 每個人都要做戶口等本 我們登記了 你生的死人生的利 都要寫得清清楚楚 哪有讓你隨便 以前關到監獄裡面 幾天之內就把你放出來 因為我們是大日本天皇的臣民 你的那些政府只是負責幫天皇管理百姓 他照顧臣的天皇的寶貝 所以他不敢對你太離譜 他把你當寶貝 他只是管家 他不是主人 主人就親自幫你抬了 中國就來這裡 我當皇帝 我要怎麼抬是我的事 但是你是我們帝國的臣民 立場的身份是不一樣的 剛才這種討厭來就幫你抬了 抬有其他理由 我待會兒會講得更清楚 現在了解了嗎 觀點不同 你怎麼去接受人的觀點 你就這種人怎麼接受人的觀點 這種種族滅掉了 下一張 所以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一定人他帶來一個死官 他帶來死官 他製造這個死官 有其中三個主要目的 第一個 It is always tended by sin, motives and self-interest 就是有過去有現在有未來 這過去要掩蓋過去的罪行 就剛才我講的 十幾人帶來沒什麼 對不對 他這讓你淡化處理 覺得這不是一個犯罪 他覺得這是理所當然 當然不可以啊 他就是讓你這種死官 然後用這種死官教你的小孩子 你的小孩子就覺得沒什麼 所以二八號去放假 明天二八號放假 好棒喔 我們去約去看電影去未完 你國難 你台灣人的苦難的日子 你把他去慶祝 現在年輕人 都約著去卡拉OK去看電影 把你顛覆掉了 本來你是覺得悲傷的日子 怎麼變得快樂的日子 他很奇怪 很奇怪 他就是這樣把你顛覆掉 他不出來嗎 台灣人怎麼這麼說 來 未來的動機 現在都建議說 開羅宣言有的 沒有的宣言 沒有說就金戰友條約 跟台灣這個土地有關係 只有兩個 一個是下官條約 大清帝國大皇帝 把土地割讓 台灣澎湖割讓給什麼 大日本帝國皇帝 第二條就是 就金戰友宣布 現在所成立的新日本國 放棄對這邊的管轄權 就是這樣而已 跟台灣這些土地 所以誰擁有這塊土地很清楚 擁有土地的人才可以買賣賣 在交易 只有這有關係 他都不會說 竟然就要說他什麼宣言 如果宣言那麼重要的話 那個條約不就更厲害嗎 厲害要五十幾個國家簽名 要同意的 你有什麼歷史文件 沒有啊 教你怎麼慢慢看歷史 當時你繼續跟你騙 騙什麼 喔 中共會等人要打來 你就要買賣賣 你就要繳錢 就繳稅 我給你花錢 是要這樣用的 繼續給你吃錢 所以過去 現在未來 給你吃得到死 史關中共重要 當然非常重要 會影響你的立場 立場會走入你的選擇 選擇會採取你的行為 行為決定台灣人的命運 你的史關改變 你就做了另外一種選擇 在座家聽我們講座 歷史上的事實 歷史上的文件 這就好啊 我們沒有再訴求一個空泛的理論 跟你說大家去追求 追求台灣獨立 不是 我只要把歷史上的文件事實 都拿出來 答案就出來了 大家都有判斷的能力 這由不得他變了 所以過去怎麼跟你說 民進都不好 因為他講的是權利 在講金錢 在講鬥爭 不過我們的場域在法理 你要把我們打倒很簡單 在法理上面提出新的市政 就是這樣子啊 這才是決戰點 不在這個決戰的眼上講的話 你都不用給他聽 比如說那個聲音 摸摸摸的做什麼壞事 民進會的人 怎麼樣怎麼樣 外壞都外壞 不是重點嘛 不是重點嘛 你信什麼宗教會因為 裡面的教徒做什麼壞事 你就不信這個宗教會 不會啊 你信的是他的教義嘛 那不是 跟這些人信徒裡面 你布達人也很多啊 那也因為這樣影響到 你對這個宗教的崇禁 不會嘛 也一樣嘛 我們今天注重的是台灣的法理 台灣真的把他打倒起來 所以 我在網路上也跟那些人在論 那些聽到這法理照理說 正常人 正常台灣人的翻臉 應該想 怎麼這麼好 那我這關法理 真的台灣人打倒起來 就是靠這個啊 應該是很興奮很高興 很想知道更多才對 那有人會謾罵的 幫你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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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可能他成功啦 我說這種話 你就知道他的立場 那就是知那人的立場 不就是那種 男一半的 他無法站在他 他的立場是什麼 他用中國人的觀點來看你 當然也怕 要不然就是過去 有把台灣人破壞人 他不敢看到你成功 他看到他有眼紅 他會起生氣 就見銷燈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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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想起了 要把你罵 把你罵 那就是怪怪的人 立場有問題 正常的反應應該很高興 支持這個 就算如果有理性的人 就算是知那人 聽到這麼 法理這麼嚴謹的論述的時候 他也應該做一件事情 去研究 不會用罵的 會罵的那種立場都有問題 這表示過去一定對台灣人 有破壞過台灣人 現在怕他起來 怕他起來 後來去玩笑 就是這樣 怕也怕死 所以慌了 見銷燈燈燈燈燈 就是這樣 下一張 所以在講觀點 我們現在講的是什麼 按照國際法 全世界大部分國家都用國際法 你只見面就要說 你中國自古以來 台灣是什麼人的 自古以來 中國是蒙古的 自古以來 你中國人是韓國人過去的 我再講 他再講還有很多 我慢慢講 下一張 所以我現在 我們今天上課目的是 幫助台灣人 對支那系統裡面走出來 我們現在 paradigm shift 我們這個系統在換 你要走出來 你知道這個 你也可以幫助你 四周也搞不清楚 狀況的人走出來 怎麼走出來 有方法 好 give information their proper priority then you can have the perspective 你給每一個 你收到的資訊 做一個先後順序的排列 你就會有什麼 透視 你就可以透視歷史 把這個歷史的架構 看得清清楚楚 所以你就頭髮起來 我跟你講 你剛來的時候 眼睛會螺螺螺 但是上個我們三天課 眼睛會輕 會明亮起來 會變聰明 來 下一張 看得懂嗎 看得懂嗎 這什麼 這裡面哪一個圖 比較清楚 左上角 為什麼左上角 有前後順序 比較前面的大 中 比較遠的小 你這樣子透視 就看得清楚 但是三個都一樣大 怎麼看 揮起了 有的特別大 也揮起了 這也揮起了 為什麼會特別大 有特定目的 有的人要幫你 就是要衝給你 國民黨的課本拿出來就是了 跟台灣有關 日本的五十年 真正的建設在那時候 沒有跟你說 幾筆帶過 他們中國的一大堆歷史 正常說佔台灣佔一個台南而已 春天都不是他的 他說正常說佔台灣 他做了很多手腳 過去年輕人 都是受這種教育長大大 包括自己過去 都是這樣大 不是 都要再背 他叫你背後 再用這個口齒 口齒在那裡 你怎麼有飯 跟他吃 這可惡 我待會兒媽媽會講越來越清楚 我們這樣認知事情 是 是怎麼會這樣 其實我要再講一個故事 大家摸聽 這個待會兒再講 二戰的時候 你知道在德國有什麼東西 戰俘營 戰俘營關什麼 德國戰俘營關誰 關什麼人 關起來 關在裡面什麼人 德國戰俘營關什麼人 不是猶太人 不是猶太人 那個是集中營 德國戰俘營是關戰俘營 沒有錯 就是跟他打仗的盟軍 被他們關起來 裡面有英國人 可能有美國人 在歐洲戰爭 集中營是關猶太人 這樣知道 分開來 他為了要做樣板 所以讓這個 關在戰俘營裡面的人 每天有三餐可以吃 三餐拿夾給我消夜 但是那時候在德國 柏林的外圍的人 大部分因為戰爭都沒人吃 所以他們很喜歡做事 去裡面做工作 要偷偷把食物拿出來 不能給家人吃 所以他們就在這個 戰俘營的四周圍設了衛少 上衛兵 要出的每個都檢查 袋子打開 好 下去 下一個 袋子打開 下一個 為什麼要這樣說 怕人偷偷的東西出來 對吧 結果這裡面 站在外面的這個衛兵 跟裡面一個在工作的人 好朋友 這個衛兵就把那些朋友說 你什麼樣的 我什麼不知道 從小就要偷偷的東西 哪有可能 我竟然跟你檢查 袋子都是空空的 怎麼可能 你敢不想偷偷的東西 他小時候的玩伴就說 你不能別人說 你跟人家講 不可以講 我說沒問題 我好朋友 我不會講出去 你到底偷什麼東西 我跟我偷就是袋子 這不是你講的塑膠袋 他們那時候是用帆布袋 帆布袋 你現在一腳軍用帆布袋多少錢 千幾塊 兩千塊都有 你一天偷一個 一個月下 不是三萬到六萬塊嗎 你再去買食物不會嗎 他偷的就袋子 你知道他在做什麼嗎 他只有射出去的掃 沒有偷進來 說你進來是空手 然後出去帶個袋子 沒有在這樣檢查 他就檢查你出去 裡面有沒有東西 你整袋子 袋子 不知道 台灣人也是這樣 然後一倒票 什麼人要贏 民進都要贏 跟他倒下去 歡呼 國民都要贏 歡呼 對 結果整袋子都拿了 就這樣子 他玩你 他設定你要注意的事情 這個衛照為什麼這樣子設定 因為長官命令 長官叫他注意袋子裡面有東西 他沒有叫他去檢查那個袋子 也沒有設兩個掃 進來是空手出去的 沒有這樣子考慮 你設定什麼 你賺助力就在什麼地方 這就是怎麼玩台灣人的方法 他設定你的議題 你只注意這些事情 其他other than that 你都看不到 他就是改變議題 設定目標 設定你要注意的東西 把它放大 你只注意這個而已 村子都看不到 你的死官就灰了 你什麼都看不清楚 你就給我賣掉 就是這樣 家都被偷 老婆也被偷 小孩子也被偷 也不知道 來 下一張 好啦 我們來看排隊 什麼叫先後順序 我跟你講 這邊證據有A級的 B級的C級的D級的證據 X的話根本不是真的 那就更不用講 比如說國民動變了 Propaganda 就是宣傳品 那根本不是真的 那就不用說 我們就說 在真的事情上面 還分A B C D 在法院裡面判也是這樣的 法官看到A級的證據 B C D 靠邊站 A級的證據像什麼 基本邏輯推理 像進化論 剛剛我跟你講 為什麼還叫論 因為他所挖到的東西 只有點點點 沒有連成一條線 所以很簡單就推翻了 結果看這個合不合理 不合理 為什麼 這是基本邏輯 第二個物理 碳14半衰期 另外說 這個木乃伊來這邊 已經6萬年了 怎麼證明 還有一個叫做碳同位素 叫9 它會有半衰期 有那個推算時間 但是有缺點 要有含碳的 它要有幾乎以照做測驗 還有在5萬年以內有效 超過5萬年就不準 這是限制 還有化學性質 氧化 鐵氧化 生物性質 DNA 待會我會講 會講多一點 DNA 現在DNA很快 用棉花棒在你口腔刮一下 拿去實驗室 一化驗不到一兩天 你的DNA裡面幾億對的那個 染色體全部排列出來給你看 都在例什麼人 這叫科學證據 這是A級 再來歷史文獻 歷史文獻又分好多種 一個叫做Historical Document 就比如說像條約 條約要50幾個國家去簽的 跟你這個國家自己寫自己歷史 在座各位有沒有人寫歷史的 沒有啊 那是什麼東西啊 怎麼可以寫歷史 歷史是有權利的人寫的 對吧 歷史上一個國家的 最大的那個人寫 他決定寫什麼 寫這一段時間歷史 所以那個很主觀 偏主觀 因為下面文字記載 你說一大堆說 中國資格那都是主觀的東西 雖然你寫了 換一個朝代換別人寫了 就是這樣 但是條約不是 條約要好幾十個國家 一起簽訂的說 而且在公平公開的條件 它的可信度就增加了 所以你只要簽到條約 就到了這幾個 B級的證據 C級就是你自己編的國家 自己寫的歷史 或許有些真的 但不是全部是真的 過來推論假說 櫃級 考古家挖到一個東西 叫推論假說 然後建立一個hypothesis 就是建立一個假設 然後去證明 下一張 不講太多 History document 下一張 這叫B級的證據 下一張 C級就是文字記載 archive archive就是比如說我 十年之內雜誌全部收起來 裡面資料一大堆 沒有意義 除非你開始整理 才開始有意義 下一個 OK 講到這個了 這個裡面上網都可以查 這不是我編的 國家地理雜誌 他們很有錢 他們就開始做一個project 叫做genographic project 你可以上網去打 Dr. Spencer 是這個project的leader 那他帶著這個project 幾年前的時候 他們就開始用我剛才講的 口腔那個刮DNA的方式 那一查出來 你知道我們人在傳宗接代的時候 DNA會複製 複製的時候不是每一次都是 exactly 複製到另外一個 它中間有一個mess mess掉的話 你就產生什麼 叫變異 這個變異就carry 在所有你這邊繁殖下去的後代裡面 都有你這個記號 如果再變一次的話 這個有記號 所以用這個方法倒推 你是誰生 你是誰生 他們就把 他這個樣本空間有79萬到80萬個樣本 很大 你在科學界裡面做80萬個樣本 那是不得了 他把全世界的那個圖都畫出來 果然沒有錯 他把全世界 他們叫做migration map 就是遷移圖給他畫出來 所以這裡有不同的 他這邊有號碼 根據什麼human microm來畫的 那這邊不挑釁 你看所有的人類 結果對解釋出來 好有趣 所有人類都從同一個地方來 什麼地方 所有人類 你不要以為人類在別的地方到處 那戲櫃跑出來 不是這樣子的 所有的人類是從同一個地方來 哪裡 非洲 非洲 非洲中部來的 你們可能對非洲還沒清楚 但是我說 那我們台灣人對都要來 這邊有一個M174 你就跟著這條線走 M174走到 這個非洲的北部 走到這個中東地方 埃及這個地方的南部 再走到印度 再走到馬來半島 這邊印尼 佐華 再往上走 台灣 這次六萬年 四萬年前走到這裡 三萬年 日本 韓國北部 再去所謂的中原地區 中原地區有什麼人 你看有印度起來有蒙古下來的 從歐洲來的 從中東地方來的 從印度上去的 還有從這個所謂百岳這邊上來的 所以誰是雜種 中國人 支那人是雜種 他絕對是雜種 因為所有的人種 到最後在這邊染之後 他在三萬年前 兩萬年前在這邊混 你們知道 台灣人四萬年前就告家 我們就開始在生肚子 就沒有跟外界接觸了 所以你古代就很高興 你身上流的血是很 純粹 當然沒有完全的純粹 也是藍 但是至少 他是在土地已經生肚子 過了萬年 是最近幾百年才開始產生這種互動的 之前就在這裡而已 所以你的祖先是誰很清楚 這DNA就知道 所以Dr. Spencer講一句話 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the one hidden in our DNA 就是最偉大歷史 是記載在我們血液裡面 DNA裡面 這沒辦法把你騙 A級的證據出來 沒辦法好笑 什麼從中國來 笑死人 你是從我們這裡出去了 數點望主的是你們 我是你的祖先 韓國人說他們是中國人祖先 中國人起到要死 沒辦法 這事實 但是我們日本人又是韓國人祖先 我們又是日本人祖先 我們又是日本人祖先 從這裡去 DNA就是科學證據 就不是你可以編的 沒有錯 你到後來變成人多了 產生文化上的大國 就反過來侵略人家 這不表示我們是你們人 我們是另外一種人在這邊 所以台灣人頭腦要搞清楚 過去他都會把你騙 說你沒來拜我們的神母台灣生 以前台灣沒生 沒有姓氏的 那姓氏是像印度一樣 你的爸爸阿公這樣兩代 你爸爸叫Peter John Rock 你叫Rock Peter John Rock 你還是叫什麼 John Rock Water 對吧 再接下去 是這樣一台一台 因為超過三台 沒那麼久 所以只要追兩代財產 可以拿到就好了 知道嗎 這是以前的姓氏系統 在所謂的中原地區 這幾個都在那裡燒台 所以裡面絕對是雜種 因為一下又無亂 一下什麼 沒有所謂的存種 然後你把漢人的DNA 你說你有漢人對不對 你拿出來 定義出來 Define what is漢人的DNA 那我們就跟他講說 這個人有沒有那個人有沒有 對不對 講不出來 所以他就用文化感情上給你訴求 那我們是講科學證據 科學證據告訴你 你是M174的後代 我們都是M174的後代 我們都是啊 很純的啊 你要為誰而戰 很清楚了吧 但是我們的血統很清楚 但是我們的國籍是大日本帝國 因為他是合法佔有這個土地 合法讓這個土地變成他的領土的一部分 就跟他北海道的艾奴族一樣 過去也不是日本的 後來接著實行憲法之後 北海道變成日本的一部分 同樣台灣也比大日本帝國一部分 要了解 我們的聲勢就很清楚 我們聲勢很清楚 他說什麼跟我們什麼關係 有什麼在台 沒有了 來 下一張 這還有時間表 6萬年前在這邊開始 人類例子其實這樣追是很短的 其他來 6萬 5萬 4萬 3萬 2萬 這樣啦 我們講的是1萬 不是你怎麼幾千年文化 那有幾萬年 在這個 會看啦 來 下一個 好啦 你是水 你叫什麼名字 我在拜五射到你 你就叫拜五 欸 這麼很奇怪 這句話是什麼 很奇怪 知道這個故事的人舉手 舉手 這是什麼 魯冰森漂流記 他這故事在1719年就寫出來 他是 知道的人舉手 不知道 看過魯冰森漂流記 那人都不知道 好 知道 好 我再 不知道我再講一次 就是有一個白人 坐准高姐的時候遇到風浪 那船哥 就倒在裡面的人死 他就 流落到一個荒島上面 就把那個船上剩下屋子 蓋了一個樹屋 就在那邊住 住了幾個月之後 有當地的黑人來了 來了 然後這個白人給予名 說我拜五射到你 你就叫到星期五 給他取了一個名字 你不覺得很好笑嗎 應該是黑人給他取名字 不是他給黑人取名字 住在那邊很久的是黑人 你是外來人種 你說在當地人取名字 你說印第安人叫印第安人嗎 也不是啊 印第安人是白人叫他 他叫印第安人嘛 你應該是 這個黑人給白人給名字 不是白人給 那就是白人主義 以他自己的觀點為觀點 什麼叫哥倫布發現新大陸 那對 沒有啦 以前就有人那麼大了 什麼發現 還要你發現 我們老早就住在這裡 你發現我很好笑 所以呢 台灣人 台灣的名字叫什麼 保青的名字叫台灣 是不是 保青的名字叫台灣 不是啊 保青的名字叫什麼 保青什麼 也不是啊 本地沒有名字 台灣這個土地 自給自足 在那幾萬年 不好意思 你在裡面自給自足 為什麼要替自己給名字 你又跟外界不用接觸啊 你為什麼要替自己取名字 印第安人叫印第安人嗎 那是白人給他好 他們過期間 不同的族 不同的族互相取名字 因為要打來打去 要講說 你把我們帶給他 才需要取名字 你跟外界 不需要互動的時候 你需要取名字 你不用嘛 所以台灣部隊沒有名字 其實到最近 開始開始跟外界互動 被人家取了名字 沒錯吧 知道嗎 所以 選一個 我們自己可以選名字 因為以後我們跟人家互動 就叫佛摩莎 很好聽啊 佛摩莎以後 從頭到島上的人叫佛摩莎 對吧 因為 我覺得台灣人是拍一張 後面是Ease 很拍一張 Chinese Vietnamese 對不 都Ease 德國就叫做German 法國叫French Australian 都是N 對不 Korea也很聰明 Korea 我們說Formotion 這樣也不拍一張 下一個 好啦 毛利人來台東尋根 毛利人走來這裡看就怕了一個 你美術館在那裡放的是我們祖先的東西 很簡單 我們的A級證據出來 這個當然是合理的 你看到這個 因為你的祖先從我們這裡走去 所以我們就把這些傳家寶會傳到你們那邊去 你看 紐西蘭 考古學家 歷史學家認為他們是從這個地方來的來源 甚至科學家發現毛利人與台灣的原住民 你也很接近 不用講很接近 本來就是這樣 就對這裡當然也很接近 現在會看了嗎 所以歷史學家跟考古學家 無關你什麼研究 最後還是要在科學政治底下做你的研究 不要自己亂編故事 這樣就很清楚了 下一個 好啦 下一個 這個先不講 過去台灣叫什麼 有曾經叫FOMOSA 1920年在國家地理雜誌 封面上面叫FOMOSA the Beautiful 有沒有 過去紐約報紙上面瞎講 那個用米利到鴻炸台灣那時候 叫什麼 Tons of explosive for FOMOSA 沉頓的爆炸物丟在這個島上 FOMOSA上面 OK 下一張 OK 在甚至於San Francisco Treaty裡面 它原文裡面也這樣寫 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the FOMOSA and the Pescadores Pescador OK Dores是葡萄牙發音的 用什麼 FOMOSA Pescador 下一個 有用台灣沒有 講到存在感 來 我現在再說一個故事 講故事讓你們會覺得比較容易吸收 當我們小孩 我們出生 我們出生 我們怎麼知道我們自己存在 我們怎麼知道我們有這個人 我們怎麼知道 你們什麼時候知道有自己這個人 我跟你講很早就開始 怎麼開始 跟母親的互動開始 跟母親的互動開始 我出生的時候我肚子養會好 媽媽就幫你收 幫你養冷 幫你養老爸 對不對 你馬上就知道有一個跟你互動的 你的需要獲得滿足 沒錯吧 幫你收 幫你呵護 再來就是兄弟姐妹跟你玩 爸爸跟你玩 親戚旁邊的人跟你玩 你就慢慢建構更複雜的存在感的系統 你就建構越來越好 所以從小被呵護長大 存在感就慢慢建構起來 存在感強的人怎麼樣 自信心就強 自信心強的人怎麼樣 學習力就強 學習力強的人怎麼樣 競爭力就強 競爭力強的人怎麼樣 就可以貢獻給其他人 競爭力強的人 弱的我就貢獻給他 不是這樣 這就是建構所謂的存在 所以存在感很重要 但是我過去 有剛才另外一個 我去育養院裡面 幫助那些小孩子 有時候辦一些活動 給他們吃的 就是有一兩個小孩子 就是躲在桌子裡 不要出來 只要把他勾一下也不好 嘴巴繼續吃他的糖果 就說不要出來 為什麼 因為他有很低的存在感 因為從小是受虐兒 小孩子叫冷貼的 所以他就沒辦法 再建構存在感的時候 比如說他在耗的時候被打了 肚子餓的時候被彈嘴巴 小孩子就是傻眼 我來到這世界上 我一次有期望是被保足的 在耗的時候就被我餡水買了 結果是受虐兒 受虐兒的話就是有這種心態 就當作我沒有存在 我們台灣人都受虐兒了 我也是台灣人 我是台灣人 過期都這樣 那不是 跟你發錢 你說台語 發錢 你叫東京人 他還給你一個名字 我台灣人 你在建構台灣人的存在感的時候 你被否定 不僅否定還灌一個名字給你 可惡 在這裡 但我不想要不要 台灣人 我問你很簡單 台灣人為什麼會變這樣 所以我們自己去想 我們選了嗎 我們選了被人家虐待的嗎 不是 是因為我們戰敗 我們是大日本帝國戰敗的 被佔領地的人民 美軍報告給你祈福 雖然會給你領地 再變成今天一個台灣人 搞不清楚自己真正身份的台灣人 今天就要來救他 你是什麼人說得清楚 按照歷史事實 科學證據跟你說得清楚 你是誰 搞清楚自己是誰 你才站得起來 在我後來就脫離你受虐的傾向 重新建構你自己的存在感 真正的存在感 你才有勇氣走出去 知道了嗎 很清楚嗎 我剛才講 存在感這個還很複雜 不是那麼簡單 過去部落跟部落比存在感 存在感強的部落就會欺負人家 為了水 為了土地的資源 大家在爭來爭去 然後呢 怕贏了會做什麼事情 進去人家村裡面全部殺光 對不對 是不是啊 沒錯嘛 國 村落跟部落另外吃掉之後都給我們披掉 怕說你阿爸會給我換 但是那久了這樣做不對 為什麼不對 那土地變大了我誰去種啊 等一下 上課如果要交談可以到後面去交談 因為我會影響到我上課 那那個 我跟你講 我會要求上課秩序 不好意思 在部落拿到之後 照理說要殺 但是呢 做了什麼事情 這樣子他負擔太重 所以他就把你更厲害 更聰明 有能力的殺光 過去是百分之一 你比較厲害 對嗎 台 你有收購教育 什麼 就針對台灣人的精英 比較厲害的台 你存在什麼 老弱婦孺留下來 我給他那種人的名字叫做資源回收人 你本來是要當垃圾彈條的 把你撞很短的 用的就資源回收 你我都是資源回收人 老到今天一 跟聰明的都用台後 不然聰明的都出國都逃走 就這樣 過去就是這樣 過去隔壁就是一個資源回收城市 什麼 香港 香港為什麼資源回收 過去有英國殖民 總督派來 你香港努力的賺錢 那時間到的錢就拿走了 沒錯吧 後來中國回收 不是 中國收回來 說這是我們的 結果 以前江澤民 鄧小民說 50年不變 馬照跑 舞照跳 香港人就繼續這樣過一集 對吧 直到最近 要把它收回來 說你要唱中國的國歌 就起步步了 沒有了 有辦法的有能力都已經怎麼樣 移民了 都跑掉了對不對 不到英國嗎 不就在加拿大 對吧 要不要搭英國也紐西蘭 澳洲都走了 你出去了 你出的那裡還在那裡 你上街工也沒了 但是你不管到哪裡去 你還是資源回收人 因為他的 mentality 他的心態還是資源回收人的心態 他從來就不認為自己是個什麼 對不對 所以很可憐 他資源回收城市 資源回收城市看黃色小鴨 對不對 因為媒體 資源回收人的老闆是誰 他們的組織是誰 媒體 每天就是吃飯睡覺 唱歌跳舞 打咚咚 買咚咚 那不是 再唸一次 吃飯睡覺 唱歌跳舞 買咚咚 這就是資源回收人生活 這是台灣人的生活 那不是 每天就在吃飯睡覺 跳舞 買咚咚 那村子都不干他的事 他們的需求不大 媒體 他們的記憶力有多長 你知道嗎 媒體多長就多長 瘦化劑兩個月就是兩個月 紅皺秋兩個月就是兩個月 過了這件事情就不見了 資源回收人的腦袋就這麼短 媒體跟他講多短 媒體跟你講什麼綜藝要買 你就去買 什麼要去看你就去看 對吧 因為權威就是媒體 所以控制媒體 控制這群人 台灣人這群人 每天回去看電視 多看臉書 給自己長智慧 有判斷能力 好啦 講到這個 過去我們台灣人受虐 到害的時候 連自己的名字都講不出來 那種叫什麼 連自己的名字都講不出來 那種是什麼情況 我跟你說 那由鬼附身 由鬼去撫心 什麼鬼 中國鬼 為什麼中國人是鬼 那就是流亡政府 已經死去的政權 死掉的不是鬼 死掉的不是鬼是什麼 沒有身體的 他的政府已經脫離 他本來的身體 跑到台灣來 台灣那不是他的地方 那不是鬼是什麼 離開自己本來的居住地出來的 那就是鬼 對不對 要在台灣的地方 附身在台灣的這個身體上面 撞到成為再就地合法發 對不對 你現在發力出來 就是要把這個鬼换走 我講個故事 他在聖經上有個故事叫格拉森 格拉森一個地方 就是石灰岩 天然的石灰岩洞 很多 因為一屁一屁的 很好用的 為什麼 人死後補給寶寶 不用待在裡面就好 你知道這種地方多了 這種地方就是這種 墳場 以後就形成墳場 墳場死人多 人呢 人家說墨森 我一眼就說墨森這麼多 來搓墨森 墨森這麼多 墨森這麼多 墨森這麼多了 鬼附身的事情就發生了 所以裡面這個村子裡面 就有一個人被鬼附身 鬼附身就很麻煩 每天吼吼叫叫的 村子裡面講說 這個好麻煩 用鐵鍵把它綁起來好了 結果沒想到他就有力了 一掙脫就出去了 出去哪裡 他就跑到坟堆裡面每天在那邊叫 耶穌來了 耶穌來了他就衝過來 永生上帝的兒子 我的時候還沒到 你現在來的時候 要給我趕在地獄嗎 才有那麼快 也就是說 耶穌也沒講什麼 他說你叫什麼名字 問他叫什麼 結果你知道這個人說什麼 他坐下說 我的名字叫群 一群的群 為什麼叫群 因為附在他身上的鬼 很多 所以鬼替他回答名字 你叫什麼名字 你不會說你是台灣人 鬼替你回答 我是中國人 就是這樣了解嗎 耶穌說從這個人身上出去 所以這鬼都走去 旁邊有豬就附在兩尖頭豬上 豬就衝到海裡面的淹屍 這個人恢復理智之後 就知道自己是誰 把衣服穿起來恢復正常 台灣人就這樣 法理出來把鬼趕走以後 台灣人就恢復正常 你知道你是什麼人 叫什麼名字 我們真實的身份照出來 你知道嗎 知道嗎 那誰怕這個鬼跑掉的 冬季 為什麼冬季 以前靠鬼附身探家的 國民黨裡面的本土牌 民進黨 是不是就靠國民黨在探家的 是啊 所以國民黨要走 你會把他拿到 你會把他拿到 不要走 不要走 就是這樣 所以到處去逗票的人 就是這種 在裡面得到好處的人 不敢的 這鬼趟 法理出來就得走 這麼簡單 台灣人已經刺起來 我們現在在跟你說法理 就是說讓你 刺起來 恢復理智 知道自己叫什麼名字 自己是誰 好 了解 下一張 好 謝謝 我盡快 再來 為什麼回答不出來自己的名字 來 下一張 來 這是什麼 這張有點好看 身體身材很好 來 被抓到賊窩的王子 發現了自己真正的身世之後 怎麼樣 應該怎麼辦 什麼身世 應該怎麼樣 發現自己的身世 應該有人說走出來 我說不用走 你是王子 什麼推翻 這都不是關於革命推翻什麼 這不是干我的事 你要知道我的法理 我們的法理 我們上面的主人不是這一群 我們回到法理 他們自然會走 鬼子不用推翻 他跟我們本來就無關 他要上面給一個命令 他就走了 美國人叫他走 他就走了 這不用推翻 我們要去跟美國人講 這個要走了 美國就會叫他走 就這麼簡單 不用推翻 我們人家流血嗎 你有幾條命 沒有 我不是叫你們來流血革命 拜託 我叫你來理解法理 自然鬼就走了 對不對 真理出來鬼就跑掉 你鬼怎麼去推翻 他是鬼 要推翻什麼 也不是他的地方 沒有身體 你要推翻什麼 對不對 他是虛假的政權 你就要把真理講出來 法理是什麼 他自然就走了 不用聊那個時間 什麼叫王子 為什麼 有人說恢復什麼 恢復什麼身分 說我恢復台灣人的身分 不敢這樣 你要一個大日本帝國成名的身分 王主 上面有天皇 不是台灣人自己的 不是 台灣這塊土地不是台灣人 我們上課都上得很清楚 這個地方是有主人 你的身分也是很清楚的 恢復你王子的身分 過去在日本已經走了 成立日本國 拿新的憲法出去 現在他也要回來 但是事過經 我不要講太複雜了 今天講到這邊 下一章 所以要怎麼樣 要回到原點 重新出發 回到哪個原點 回到剛剛是我們戰敗那個點 我們戰敗那個點 我待會繼續講 先休息 各位同心 我們休息五分鐘 五分鐘上個廁所 謝謝